大家好 我是王主任 歡迎收看谷海弘揚 今天的加權股價指數上漲40點 那我們來看一下台北股票市場 他就是一直沿著月均線這邊做整理 但是在整理的過程之中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強者很強 弱者很弱 但是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走勢呢 是因為市場的資金 聰明的資金 他會去買未來具備成長性的股票 聽好 是未來具備成長性 而不是你看到 好像已經成長的那些股票 錯了 所以你要找的是 你要有眼光去看到 整個市場未來的發展 所以當iPhone X發表出來之後 我跟大家講說 未來就是只有這兩個族群可以買 一個是前鏡頭的規格提升 另外一個就是無線充電 那前鏡頭規格提升是什麼 就是3D感測元件啊 所以當現在很多人都要看3D感測元件大漲了嘛 但是我們有沒有辦法幫你帶你買在起漲之前 那現在很多人告訴你 跟你講無線充電 這塊族群 我們在這裡就已經跟你講了嘛 他發表的第一天就已經告訴你 就是無線充電啊 你其他的股票根本不是重點 現在重點就是在於說 未來這一些股票為什麼它會漲 因為它可以運用在其他包括iPad iMac 甚至所有的未來蘋果所發表的新的主機 新的功能性的產品 所以你一定要抓到這個趨勢 它才能成為市場的主流嘛 但是很多人看到就說這些股票漲多 漲多就不敢去動 錯喔 為什麼漲多不敢買 因為你會害怕你用的是價格來看嘛 但是我們看的是市場未來會很多很多新的應用 然後造成很大很大的商機啊 今天中時電子包就已經告訴我們 台廠無線充電晶片 訂單分次踏來嘛 那現在你看到的是大陸無線充電板熱賣了啊 所以這些無線充電板必須要台灣的供應商來供應晶片啊 那以前啊 其實無線充電功能啊 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已經有了 但是呢 在蘋果還沒有導入之前 其實沒有辦法做出規模的經濟 但是呢 現在有整個規模經濟提升了 甚至說廠商賺錢了 它可以再更高 它可以投入更高的研發資源 然後把它的整個瓦數提升 現在最高是15瓦 未來可能提升到30瓦甚至200瓦 當你未來可以用到這麼高係數的時候 誰會用 包括電動車都會用嘛 你會想說電動車你只要開去那邊 放著 你就不用管它 它就會幫你自動去充電 所以你覺得這個市場是剛開始還是正要結束 短線上面有沒有看啊 昨天的金流圖就已經告訴我們囉 這些資金市場的半導體裡面 都已經流入49520通 4919新唐跟6243的迅捷 這些都是什麼 無線充電的股票嘛 所以我們看一下今天49520通 是不是盤衝大漲 4919新唐 是不是也是大漲 然後再來6243迅捷漲停板嘛 這就是金流 它所告訴我們未來趨勢的發展啊 但是呢我們已經提前了告訴你說 未來無線充電它是市場的主流 操作是不是要有一套公司要有方法 而不是說想到什麼就去買 然後每天告訴你就是說 好多好多的老師每天都是很多的漲停板 但是他們真的可以告訴你趨勢的方向嘛 我穩帽啊3105的穩帽當初蘋果啊 蘋果的股價在跌的時候 我跟大家講說為什麼蘋果 蘋果絕對可以買 只是你要買對嘛 當這檔股票突破了一個盤整區間 而且扣底值準備要扣底低的位置的時候 量大高點不會是最高點 指標翻證準備起漲啊 你要看一下那時候日期是幾號 9月13號嘛 那一個波段上來 我們必須要有持股的耐心嘛 所以你看到3105的穩帽 9月13號的時候穩帽在哪邊 在這裡呢 一個波段上來40%了啦 這兩天拉回整理 很多人又開始看空它 我覺得你的想法不要變得那麼快 每一次告訴你說波段的強勢股 要買在短線上弱勢的時候 今天也是拉回啊 三次拉回的時候叫你要買你沒買嘛 今天再度拉回的時候 你到底要不要去進場 3D感這元件同樣的 Face ID才剛開始要起步而已 未來如果在iMac iPad 甚至說整個未來蘋果的新機 全部都要導入的時候 它的商機會有多大 而且我講的是蘋果 那未來還有無限的非平陣營 非平陣營他們也要導入的時候 他們要找誰 他們只能找他 所以你有發現說 其實他是幾乎是一個獨佔寡佔的市場 這種錢最好賺啊 但是呢 很多人因為他漲都不敢去買 然後去買了什麼 8086的宏傑科啊 你發現說我們的文帽同樣一個時間點喔 我們在9月13號買的吧 9月13號 在這裡 你買了宏傑科 你到今天為止你是沒賺的喔 但是呢你買了文帽 你是大賺的喔 大漲喔 為什麼會有這種差異 因為你會你們都用買菜的心態啊 然後再買股票 但是股票市場你是必須用什麼 買藝術品的眼光 有一些你被買走一件啊 你就少了一件 而且呢這一些 這一些籌碼會越來越少 越來越集中於某一些特定人走上的時候 你只能用更高的價錢跟他買 在震盪洗盤整理一定會的 漲上來一定會做起盤整理 我不把你籌碼洗掉 我怎麼會有機會 再買到更便宜的股票呢 所以孫子兵法有餘嘛 勝負理論三原則 第一個你要有不敗給敵人的條件 第二個你要有等待戰勝敵人的時機 第三個你要預測敵人的戰績 你不能蠻幹啊 但是很多人都在蠻幹 因為你完全看不到市場的未來 然後就只想著傻傻去買股票 操作 勝兵呢是先求勝而後求戰 敗兵才是先求戰而後求勝 所以我們在買股票之前 就已經先告訴你說 未來的機會在這裡 當你知道這一些前景 你再去做佈局啊 不是每一檔股票都要 都看到消息 然後你就去衝 衝了之後 才發現說自己套在高點 然後被人家所騙 因為你不懂孫子兵法嘛 你沒有先想到說你要怎麼樣 才有不敗給敵人的條件嘛 買在起漲前啊 買在他真正可以準備要上來的時候啊 我帽是不是示範給你看了 同樣的 我們在自貿2360的自貿也是一樣啊 這時候我們在跟大家講的時候啊 漲了沒 這是一檔半導體設備廠商嘛 獲利十分優異 股價一直維持在百元附近震盪 有主力在收籌碼嘛 是不是已經先告訴你說 有人在收籌碼 3D感證源就需求大爆發 設備一定會先反應啊 現在本益比低啊便宜的要命啊 那時候跟大家講的時候是多少錢 101塊嘛 101塊嘛 那你看到今天我們自貿是多少錢 101塊在這裡耶 也是五成啊 所以你買對股票跟買錯股票 真的會差很多 你都用買菜的心態 在做股票的話 你會被市場墊得很慘啊 所以呢 當你知道說 當你在孫子兵法裡面有一句話 不謀萬事者不足謀一時 不謀權局者不足謀一層 很多人都在看那個短線上面的震盪整理 但是你沒有發現說 你一直在錯過一個波段的時機 你要跟上我們的腳步 運用我們在產業上面的知識跟技能 來幫你在股票市場中獲利 短線怎麼做 用技術指標 長線你要怎麼做 你要看得見未來 你若盛開蝴蝶自然 縱向於你對股市成功的信念 讓我們成為您登峰的祥島 為您指引成功的道路 古海紅洋助您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再會 拜拜 好